在这个过程当中 跟罗继的合作怎么样 跟我们介绍一下 面虎姐 她如果今天这场戏 她觉得没拍好 她不吃饭 然后要么就是 磨着导演说 求求你再来一遍吧 就很少有演员 就是 能对自己这么演要求的 我们有每次就拍完 差不多了吧 就是有时候 在看到她那个状态的时候 也那个什么 假装那个要求再来一张 就在拍戏之前 拍这场戏之前呢 她会过来找你主动的 说我们能不能 先把这场戏聊一聊 我觉得特别好 就你在演这场戏之前 你有个充分的准备 然后你就省得浪费 大家全部剧组人的时间 这是让我也特别感动的 门目贵音 挂帅里杨宗宝的扮演者 罗继 掌声欢迎罗继 掌声有请 欢迎罗继 刚才啊 您在这个 赶往我们录制现场的途中 苗普姐是对你这个大家赞赏 谢谢 谢谢 我也听了好多 因为包括上次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视频 其实特别特别感动 真的 我那个年龄大了 有时候好多那什么数字 什么没记清楚 她跟我说生日快乐 祝你20岁生日快乐 30岁 40岁 50岁 一直到100岁 我的目的是以后不用再录了 真好 我知道这个著名的金牌制作人 余胜李老师 对这个罗继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对 而且您对他也是很有感情 对 余老师昨天晚上 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还在说 我说余老师 我真的没把你当成制作人 我说就把你当成我一场辈了 真的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余老师其实给我很大的帮助 所以说 我本身 我说实话 我很尊重他 而且我觉得挺亲的 是的 在我们观看的这个 《墨边挂帅》这部电视剧的片花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杨宗宝这个人物 你塑造的是非常鲜活 而且是很有个性化的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怎么处理他 我觉得我就是看到剧本以后 然后包括我综合了一些 以前看到 就是正史上的一些杨宗宝的东西 我倒觉得 我遵循剧本的东西会比较多 因为剧本 咱们剧本本身写的就很可爱 人物 包括木龟英的人物 每个人物都挺可爱的 我最近剧本的东西 然后去感受他每一场戏 就仅此而已 我觉得 苗古说你非常认真 有的时候甚至是自己要求 还要重新再拍 一定要达到自己满意为止 那就别人遭罪了 就陪着我来 谢谢 谢谢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本身军 优优优优独播剧本身军 留下身后一片哭泣 脚印只能往后退 冬结熟悉的场景 我一步一步伤悉的场景 我一步一步伤人遍体 过完了这一刻空气 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转身后消失了 只留下身后一片哭泣 脚印只能往后退 冬结熟悉的场景 我一步一步伤痕偏停 我一步一步伤痕偏停 芸飞优优独播剧本身军 谢谢 蓝芸俊 对 又入戏了 看见没 是 坐下直接就喊了一声娘 好 慕桂英挂出来这部大型的历史题材的电视联系 即将会登陆我们黑龙江电视台影视频道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掌声欢迎金牌制作人余胜利老师 出品方代表兄弟时代有限公司副总叶明宁女士 以及我们黑龙江电视台影视频道总监陈鹏女士 陈总监呢 作为我们影视频道的当家人 今天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此时此刻一定有很多的感受 想要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最大的感受还是想作为观众说一句 特别感谢我们的制片方 出品方 投资方 以及这么多优秀的主创人员 你们能把慕桂英挂帅这部作品带给大家 那么在这样一个冬季 大家把这样一部作品带给观众 我觉得对观众来说是一种眼福 那么今年尤其是大家有眼福了 2012年我们在播慕桂英挂帅的时候 完全没有广告 完整班 是的 谢谢 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特别期待在2012年 由于我慕桂英挂帅这么极力的一部作品 和我们大家伴随我们大家度过这个新年 所以说在这里也祝我们观众朋友 也祝我们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各位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好 谢谢 谢谢我们的陈鹏总监 为我慕桂英挂帅献上了祝福 谢谢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于胜利老师聂明明女士 以及陈鹏总监 和我们剧组的演员代表 共同点亮象征着收视率节节攀升的水晶球 来 请大家 五四三二一 希望观众朋友关注影视频道 收看非常好看的慕桂英挂帅 非常具现影视挂帅 祝慕桂英挂帅 节节攀升 收视啥猴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天日台影视频道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罗继 关注慕桂英挂帅 关注非常有戏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 如果有下一次 我一定打败你 杨总保和对慕桂英的这段感情啊 就是从一开始都极其反感 我作为一个这样的匠门之家 怎么可能会去对一个那样的山寨里的一个女孩去动感情 这绝不可能 也不允许 所以说慢慢慢慢就会 当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当你越抵触的时候 反而他就离你越近了 杨总保就是跟慕桂英在结婚之前 然后这个人物始终是属于比较叛逆 那他叛逆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头 而且家里头全都是什么各种娘啊 但只有一个爹 所以包括涉泰君会非常惯着杨总保 那之间这种 他们之间这种人物关系就会使得就会出现很多 杨总保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头 他基本上没太接触过外面的女孩 当他第一次见到慕桂英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女孩很狂 然后他会觉得 人吧都是这种 有这种征服欲啊 就可是到最后发现 完全总是被慕桂英在耍 那他就想很想在慕桂英身前去找回自己的面子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不知不觉 你就会觉得这个女人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所以他会慢慢的爱上 那就是绝对不干 态度就是 那我说有邪性吗 就是我绝不会在任何利益的驱使下 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我只做我愿意做的事 哪怕掉脑袋我也不怕 我要带着一群兄弟去干正事 突然一下跑来几个女的 跟那这样那样 我几个兄弟说 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先过去了 我就把该办的事给忘了 那我当然生气了 杨总保和对慕桂英的这段感情 就是从一开始的极其反感 到慢慢的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就对这个女人会开始有点关心 会去想着她 但自己还不承认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当你越抵触的时候 反而他就离你越近了 杨总保其实心里头 他真的是为了 就是他 其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心里现在已经开始变化了 他对赵飞说 你无聊 对 那个爷们赵飞 就是那个刘文佑 对我们天天 因为我们天天 没事就混在一块 因为这戏里头 男的少 我们经常没事就混在一块 混迹在一块 我俩挺合的 你看我性格差不多 反正也是 我性格是二了八击的 反正 木边瓜帅之前 我完全不会骑马 我是真的是 赶压子上架 上马就开始骑 那一个戏下来 他们那些马师傅 就跟我说 说罗进 你真的是从一个完全不会骑马的人 变成了一马师傅 杨东宝跟木国英在一块吧 他总会有很多好玩的事 就是他会经常会有新鲜感的东西 就是总是要不就杨东宝出个妖蛾子 要不就木国英出个妖蛾子 就两个人的生活永远是在变化当中度过 我觉得很有意思 你和森高娃老师 那么年纪在这儿 然后身体也不是很好 而且能够那么敬业的 一天在现场 那么长时间在那儿拍着 我就觉得光是这一点 我觉得我就真的是很尊重 就很敬重他了 所以说这一真的不是一般的 这个年纪和这个状况的人 能够做得到的 老爹都气得胡子都 我记得那个时候特好玩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我爹的那个胡子 是用胶粘上去的 就经常一激动眼心的胡子就开了 我就经常跟那个苗佛就说 我眼着眼着 你看我爹胡子又气飞了 就是经常胡子就吹 公主其实一直都是 就像当个小妹妹一样 因为从小到大 就作为杨东宝来说 她只有一个赵飞王爷 还有一个公主 她就这几个玩伴 跟她年龄差不多的 就这几个朋友 你搞不清楚说 她是爱情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 一种青梅竹马的这种习惯吧 我觉得 你倒并不如 并不能说是什么 道场 因为我看不到 我自己这个样子 但是旁边的人就不一定了 因为身边的人 都能看到我那样子 我小时候 就是属于疯子类型的 就你别看我 其实我从演 新三国到汉前 到那个美人心计 就这两个角色 其实一直都比较 内敛的角色 但是木格英挂帅呢 我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有点 我觉得 倒是会和我自己本人的性格 会相像一些 来来来 她是一个长辈级别的人 因为她跟她父亲是年纪差不多 发现和杨柳郎 这里边 然后他们之间两家又是朋友 所以其实跟自己的伯父一样 她对木格英 就是一旦认定了 她就 因为 我觉得这一点 我跟距离杨柳宝这点 其实挺像的 在哪 就是我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这样 要不然我就不做 但如果一旦认定了这些 我要做的话 那我可能不太会记后果 我觉得一个演员 如果是要塑造一个角色 他一定要本身 跟这个角色有相同的地方 他才能够去 说去完成 我们每一场戏 都是在讨价 其实我觉得 我在每一次跟对手演戏 不管是年轻演员 还是成熟的老演员 我觉得在对手的身上 都能有我能够值得学习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讨 如果说换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公主都未见得是喜欢杨柳宝 因为公主没有接触过其他的男性 我本身我是觉得人生活就是这样 大家在一起生活就简单一点 然后开心一点 随意一点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木贵英这种性格的 木贵英这种性格 因为杨宗宝跟木贵英在一块 他总会有很多好玩的事 他会经常会有新鲜感的东西 可是如果是说跟公主那样的性格 就是你会很踏实了 但是你可能在生活上 我觉得不一样 看自己想要什么 因为人在分阶段的时候 他想要的东西都会不一样 木贵英干脸 然后可爱 然后感性 因为毕竟在古时候 女性永远都是在家里头 但是木贵英挂帅 你像这种杨家将一群女人 为了国家 在做一些这样的悲壮的事 所以我觉得 会跟以往传统关键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说流传下来 我觉得肯定也是有他这样的原因 最后戏里头有一段 就是他在骑着马 想把那孩子给骑下来 杨宗宝就急了想上去 但是木贵英这种性格 杨宗宝太了解了 就是你怎么劝 没有用 你只能让他自己明白 如果真的是觉得受挫头 那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出问题了 他们就维系不下去了 到最后想的辙就是 杨宗宝去喝他的毒酒 然后让他穿帮 然后再抓他 再杀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